各位荣中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本来可以和各位一起见面 聚会像过去一样 但这几周疫情升温 尤其北部很严重 听说中南部的人都很怕我们北部的人 所以你们长老跟我说 你不用来啦 给我们露营好了 所以我就很勉强地给你们露营 其实这是为了保护我们各地方的人 所以虽然很想见你们 但是我想为了大家都很安全 所以我就用露营的 我还是会有两堂的聚会 我们今天要先讲四问跟谁到底 今天这个题目很特别 叫做四问跟谁到底 四问跟谁到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我们的题目这么特别呢 因为在门徒与耶稣聚集的最后一个晚上 使徒约翰记载了门徒所问耶稣的四个问题 而四个问题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3章的36节到14章的31节 这四个问题都是有关跟谁到底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四问跟谁到底 在许多退休会下令会布道会的时候 除了讲台的信息以外 大会都会安排所谓的问题解答 那为什么需要问题解答呢 因为讲员所讲的内容 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能完全明白 也有听众因为所听到的 讲员所讲出来的问题 或者内容而产生新的问题 所以就会设计Q&A这个时段 来解决一些疑惑 每一次问题解答的时段 就澄清了讲员所分享的信息 耶稣在地上三年半 带领他的门徒到了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也看到类似的状况了 那就是门徒们接二连三地 把他们心里面最关切的问题提出来了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个晚上 但是耶稣就做了一个场景 给他们把他们的问题都提出来了 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更明白 因为耶稣在那一天问题解答以后 如果你读了圣经 如果你知道当时的状况 耶稣当天晚上到科西玛尼园 出来就被抓了 以后连夜审 以后就挂在十架上 他就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了 受死 埋葬 后来复活又升天 我们发现 门徒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 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 虽然过去耶稣透过言论 行为已经把他所要讲的尽可能的讲清楚了 但是还是有太多的事 他们不能够历时明白 所以在最后一个晚上 这些门徒听了耶稣 说要离开 他们以后呢 他们就陆陆续续提出他们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其实是绕着一个主题而转的 那就是跟谁到底 就是跟谁到底 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在今天也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不太困难 对吗 你不相信 耶稣 你也要相信别的东西 你不相信这个神 你要相信那个神 我们哪一个人在认识自己有罪之后 不想得到解决呢 我们有哪一个人知道 耶稣基督愿意拯救我们 愿意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保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我们不愿意接受他 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呢 就算不是耶稣基督 很多人也相信了别的宗教嘛 说你拜菩萨有什么好处 所以你信阿拉会有什么优点 很多人也都相信啦 但我们的问题是基督徒的问题 就是我们真的能够跟谁到底吗 我们的困难在这边是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谁到底呢 如果你是刚刚信耶稣 你知道那个刚刚newborn baby 都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呢 要吃肚子饿了就哭 尿布湿了就哭 想睡觉了就哭 反正一哭 所有事情都得到解决 可是你信耶稣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发觉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哭了就能解决问题 你不会走路 你要站起来 你不会拿东西 你要想办法 所以当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之后 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就越来越多 门徒那天也是这样 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 门徒相继地问了一些问题 感谢主的恩典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来看这四个问题 第一 这一段圣经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 我们能不能够跟谁到底 我们能不能够跟谁到底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33节的前半段 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那就是 小子们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耶稣在这边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 我去的地方 你们找不到我 你们找不到我 当彼得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彼得就问了一句话说 你要往哪里去 我们找不到你 因为耶稣说 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他问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 是我们不能去的呢 所以耶稣跟彼得就有一段对话 在对话当中 门徒所关心的 所讨论的 以及耶稣所引导的 是要帮助这些门徒 确定他们能不能够跟谁到底 在当时 耶稣被抓被审判 是以罗马帝国 叛国罪的罪名 才能钉十字架的 钉十字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钉的 那个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刑罚 那个是要叛国罪 而犹太人当中的 祭司长 文士 法利赛人一直以来 就想消灭耶稣一档的人 所以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被抓之前 要极力帮助他们 耶稣知道自己会被抓 门徒并不知道 他们想确定 耶稣说你要走了 那你要去哪里呢 那我们可不可以跟谁到底呢 弟兄姐妹 以当时的局势而言 耶稣是不被接纳的领袖 所以这些门徒 不仅不能渐容于罗马帝国 他们更不被传统犹太信仰所接受 当耶稣被抓 被钉十字架受死 埋葬甚至复活 升天之后 门徒最大的困难 是他们到底能不能跟谁 对我们今天而言 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 我不能说一样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已经看到 他是上帝的儿子了 可是我们类似的问题是 我们可能不是不被接纳 也有可能不被接纳了 如果你的家人不信耶稣的 然后你信了耶稣 你就不被接纳了 可能我们的问题是 环境太好了 或者世俗的观念 价值观影响了我们 也有可能是我们软弱的罪恶 拖累了我们 我们怀疑自己 能不能够跟谁到底 因此当 耶稣给他们问问题 彼得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是 他能不能够跟谁到底 今天我们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到底能不能跟谁到底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是很早就信耶稣的 我十几岁就信了 而我三十岁就做了传道人 我现在六十多岁了 所以我有三十年做了牧师 做了传道人 做了长老 做了全时间的服侍者 我也常常问我自己 我能不能跟谁到底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很多前辈们 没跟谁到底啊 没到底 那我能不能呢 从耶稣和门徒的对话当中 我们看出来 主耶稣相信他们 并且认为他们能跟谁到底 能跟谁到底 好 那我们来念念看这段经文 耶稣跟彼得他们的对话 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西门彼得为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哇 好玄啊 彼得就说 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注意啊 这里有个现在 跟一个后来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基教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西门彼得是第一个 提出问题的人 以我们对西门彼得的认识 他是一个冲动的人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 他是一个主动的人 但是这种人也有个特质 就是容易灰心 如果你对于你自己有了解 如果你对于人有了解 你会发现 一个冲动的人 一个乐观的人 一个主动的人 他也是最早灰心的人 通常这种人 很快就提出问题 很快就有反应 很快能下决定 可是他也是很快就灰心了 所以他所提的问题是 你往哪里去 他说你往哪里去 三十六节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你要去哪里 他为什么问主要往哪里去呢 因为他有一个愿意跟随的心 他的意思是 主往哪里去 我也往那里去啊 所以你告诉我 你要去哪里 这是我们跟随的第一个条件 好 我们再回到前面 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呢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第一 我们要有愿意的心 愿意的心 愿意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要跟随到底 第一个要有的就是彼得的心 彼得什么心 愿意的心 我现在请各位 今天一起聚会的 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呢 我们要有一个 愿意的心 我们现在一起说 我愿意跟随到底 我愿意跟随到底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跟随到底 第一个你要预备的就是 我要跟随到底 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 我们也说要跟随主 那是因为我们 以为我们明白了 我们以为我们接受了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事实上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不跟我们明不明白 有绝对的关系 而是跟我们的意愿有关系 彼得为了表明 他要跟随主 他为了表明 主耶稣说 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彼得就说 你到底要去哪里啊 为什么你要去的地方 我不能去呢 这一段的回答当中 耶稣其实有两个地方要去 对吗 第一个上十字架 第二个他回到父那里去 这两个都不是门徒 他们当时能去的 因为他们还不能去 第一他们不必上十字架 虽然彼得三十年后 也上了十字架了 现在也不能去 因为还要三十年 你们还要服侍三十年 我先去 你们再来 所以当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的时候 耶稣就回答他说 我现在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但后来你会来了 那彼得问你说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去呢 耶稣的意思是 我上十字架 你不能立时跟我来 而且你现在也不能跟我 立刻回到父那里去 彼得没有搞得很清楚 他以为耶稣说的地方在地上 所以他就跟主说 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注意愿意 我们是在被彼得的话很感动 我越认识圣经 我越认识主 我越认识自己 我越佩服彼得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不喜欢彼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彼得很讨厌 一天到晚插话 耶稣没讲什么 他就插话 然后别人做什么 他就要干涉 然后已经大风大浪了 他说主啊 如果是你请让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你有毛病啊你 你是没事找事干是不是 你怎么一天到晚都要干这种事呢 然后彼得就是你看他 又说什么 这里真好 我们盖三座棚 反正彼得就是找麻烦的人 我年轻的时候不喜欢他 可是我越来越喜欢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很被彼得的话感动 他说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啊 我知道你现在是犹太人要抓的对象 犹太人要杀你 可是彼得说我愿意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他还说我愿意为你舍命 我就是为你舍命 我也愿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信仰 你要知道跟随到底 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不认识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跟随不到底 但是更多的时候 不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信仰 就是即使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信仰 我们也不愿意 因为越认识就知道越难 可是彼得说我愿意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取决于第一 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 有没有愿意的心 有绝对的关系 如果我们有愿意的心 我们就能跟随到底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 当我们相信了 他就是我们要跟随的对象 我们要下的第一个决心 就是我要跟随到底 我们跟彼得一样 我愿意为你舍命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信主越久 我越发现 我们后来相信主越来越功利 相信主越来越理智 相信主越来越多比较 相信主越来越多的计算 起初还说很好 可是后来就发觉不容易 而且起初以为是为了平安 为了喜乐 为了满足 后来发觉不是这样 我还要付好多的代价 但无论怎么样 你现在不能去 将来还是要去 彼得后来也盯了十字架 保罗后来头也砍掉了 你不要说新约是这样 旧约也都是这样 摩西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下场吗 在人的角度来看 大卫呢 以赛亚呢 好一点的可能是以利亚吧 不过中间也太苦了吧 耶利米你要啊 那我就不要问你何西亚 你要不要了 约纳你要不要了 你从旧约看起来 其实不容易 所以意愿很重要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第一我们要有愿意的心 在这个里面有第二个事情 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就是 二 明了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我好喜欢这一段 我们要知道在跟随到底的路途上面 我们常常会有软弱 很多基督徒以为 甚至他也有牧者这样告诉他们 要得胜 我没有说不要得胜 可是跟随主这件事情不是喊口号的 我要得胜 我奉主的名把鬼赶出去 我没有说赶鬼不需要奉主的名 可是你不用乱赶 你不用赶椅子 赶桌子 赶空气 一点都要奉主的名 你不需要这样 你需要知道 祂是主 等一下我们慢慢讲 而且我们会软弱 我没有说你要软弱 我说会软弱 如果有人都没有软弱 我怀疑你信的是什么 我们的确要得胜 圣经上许多地方提醒我们这样 可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事情是 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路上 我们常常会有软弱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会软弱 保罗也说 我常夸我自己的软弱 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会软弱呢 因为如果不知道我们会软弱 我们会高估自己 我们会高估自己 一旦软弱犯罪 软弱跌倒失败 我们很痛苦 我们会失望 我们会灰心 我们会放弃 我最怕 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 就是放弃 我告诉你 屡败 屡战 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什么叫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就表示我们会跌倒 我没有鼓励你跌倒 最好不要跌倒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彼得跟主说 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这个是多么豪情壮志的讲法 我也要这样 他表现了他有一颗愿意的心 可是耶稣立刻就跟他说 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在告诉你 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知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常常是回到那个现场 耶稣跟他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就会把我自己 站在彼得的角度 我说是啊 我当然是 我不是讲了吗 我愿意为你舍命啊 而彼得讲话也是真的 他不是夸张 他就是真的 可是耶稣下面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鸡叫一些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你知道如果我是彼得 我听到就说怎么可能 也太夸张了吧 鸡叫以前就是天亮以前 就是马上的事情 因为鸡马上就要叫了 他说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不知道你住过乡下没有 住过农村没有 那鸡有的时候 两点三点就叫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天亮了 所以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耶稣竟然当着 所有的门徒面前 告诉彼得说 天亮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怎么会不认主呢 他不是向来身先士族 一马当先吗 为了主他什么事都敢做 他敢走在水面上 你不是有毛病吗 那为什么他三次不认主呢 我告诉你这就是人的软弱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高估你自己 我们对自己永远高估 我们以为我们能胜过试探 我们能胜过罪恶 我告诉各位 碰到罪恶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我再说一遍 不用跟罪恶对抗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碰到魔鬼 抵挡他 赶他 你从旧约 一直看到新约 魔鬼来的时候 你就是抵挡他 特别到了新约 彼得的说法 耶稣的做法 都是抵挡魔鬼 魔鬼就逼逃跑了 雅各说 我们常常以为 我们不会灰心 不会胆怯 我们以为我们不受引诱 我们以为 明 力 色 权 不能打倒我们 我们高估了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高估自己 并不是有益的 是因为我们真的以为 我们能够胜过 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有多难 所以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 一方面我们确定 我们一定要跟随道理 注意听啊 一定要跟随道理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 有软弱 会软弱 常软弱的人 而我们需要 知道的事情是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再说一次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我们必须明了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彼得所做的许多事情 后来都成为我们的榜样 当你碰到危难的时候 你说主啊 我可不可以走在水面上 有的时候主会答应我们的 可是我们走在水面上的时候 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呢 你说主啊救我 主也会救你 而在这边 彼得说 我怎么可能不认你呢 我一定跟你到底 耶稣跟他说 没有 你会软弱 你会失败 你会三次不认我 但是主知道他会这样 就在几个小时以后 彼得果然三次否认耶稣了 而且赌咒发誓 赌咒发誓说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或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说彼得这么没用 就在几个小时前 还这么大声说 我就是为你舍命也愿意 当时主就跟他说了 鸡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主是先跟他说的 事实上证明 当人遇见难处的时候 我们常常退后 常常软弱 比如说 圣经告诉我们 贪财是万恶之根 我们就说 我怎么会贪财呢 你最好不要这样想 那是我们在没有金钱诱惑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贪财 因为没有财可贪 今天的问题是这样 当有财可贪的时候 你贪不贪 有的人说 我不会被这个女色 或男色所引诱 因为还没有男色 没有女色来勾引你 因为你没有要让 成为别人勾引的样子 因为人家也没有要理你 所以你就说我没有问题 当有问题来的时候 你挡得住吗 当你没有骄傲的机会 你说我不会骄傲 你当然不会骄傲 你连骄傲的本钱都没有 你骄傲什么 有一次我有一个学生 来跟我说 李长老 你一天到晚叫我们 不要骄傲 不要骄傲 你是有看出我骄傲吗 我就跟他说 你没有骄傲 他说你为什么说我骄傲呢 我说你现在有什么好骄傲 你募了一个教会 开始募到现在 多少年过去了 还不到一百个人 给你的时候不到一百个人 现在也不到一百个人 好几年都过去了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他说那你为什么说我骄傲呢 我说我是防止你骄傲 他说那怎么防止呢 我就问他 我说那我请问你 如果你三年之内 你所建立的这个教会 变成一万人 你会不会骄傲 他想都没想就告诉我 我们教会不会变成一万人 我说我是问你 如果你的教会 在三年之内变成一万人 你会不会骄傲 他说我们的教会 不会变成一万人 我说我是问你 如果你们教会变成一万人 你会不会骄傲 他停住了 因为他是个聪明人 他是个脑筋很清楚的人 我说你现在不骄傲 是因为你没有骄傲的本钱 你不是世界小姐 所以你没有骄傲的本钱 你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所以你没有骄傲的本钱 你不是世界的首富 所以你没有骄傲的本钱 你没有发明一个东西 得到诺贝尔奖 所以你没有骄傲的本钱 等你有骄傲本钱的时候 再来说 人很软弱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事实上就在几个小时以前 耶稣就跟他说 你会否认我 他说我不会否认你 那是因为状况没有来 后来联系一个小时女 跟他说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他就说我绝对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把这件事情指出来 其实更要紧的一件事情 是他要让彼得知道 我早就知道你会软弱 如果耶稣不接纳他 耶稣那个时候就不会跟他讲了 耶稣的意思是说 我先告诉你 我知道你好意 我知道你有意愿 我知道你肯为我 但有一天 或者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软弱 耶稣的意思其实是提早告诉他 等你软弱的时候你就知道 我早先就知道你会软弱 等你软弱的时候我仍然会接纳你 所以圣经上说 鸡叫以后 主耶稣看彼得一眼 我年轻的时候那些讲员告诉我 说耶稣就瞪了他一眼 或说你看吧 我就说 你把耶稣当得那么小气 耶稣才不是这样 我觉得耶稣看他那个眼 一定是怜悯他 说我跟你说过 你会三次不认我 我认识你 你是我的彼得 你是我的门徒 我接纳你 没关系 我早就知道你是这样 那是一个我早就知道 我也先告诉你 我可以接纳你的眼神 我们能不能跟随到底呢 第一我们要有愿意的心 第二我们要需要知道 主耶稣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第三 相信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这是我们一个跟随到底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相信主 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主耶稣说他去的地方 门徒不能去 我们刚才说 这是指着两个地方 一个是上十字架 一个是回到父那里去 这两个彼得都不能马上去 可是之后耶稣就立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他告诉彼得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主耶稣在回答彼得 问说主往哪里去 然后跟他说我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去 你将来要去 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 那就是我去为你们预备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保证 一方面他先跟彼得说 你会软弱 不过即使你软弱 我还是去替你预备地方 你知道这是我们基督信仰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很怕现在很多人 他跟随主都是用喊的 我一定能跟随到底 我一定能跟随到底 对 这是意愿 但是第二个你要知道 我们会软弱 我再说一次 我们不要软弱 但我们会软弱 因为外面压力太大了 你就会软弱 没有一个人不会软弱 当我们的抗压性只有五公斤的时候 外面六公斤我们就软弱了 我们抗压涨到十公斤的时候 外面十一公斤我们就软弱了 当然我们会随着外面的压力 以及神的恩典 我们会越来越强壮 但我们会软弱 不过还有更好的消息就是 主耶稣告诉我们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会走到那里去了 你就不用害怕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 第二 第一是我们能不能跟随到底呢 答案是一定能 因为我们有意愿 我们虽然会软弱 但主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第二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随到底呢 我们现在念经文 耶稣又跟他们说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你看这个真是好玩 耶稣回答了彼得的问题以后 多玛就接着问问题 那是因为耶稣说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耶稣是讲 他要回到父那里去 那条路 门徒也知道 耶稣说完以后 多玛就立刻问了 主啊 我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对啊 我既然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你们住在台中 我住在台北 如果你问我说 什么什么地方怎么去呢 我说什么什么地方 你说就那个什么什么地方 怎么去呢 我说是什么什么地方啊 你说就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啊 我说那个什么什么地方 到底是什么什么地方啊 你说我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怎么去嘛 所以耶稣说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我们都知道 多玛是一个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通常比较冷静 当耶稣回答了冲动的彼得之后 多玛接下去问了一个非常理智的问题 那就是你到底往哪里去啊 你搞了半天你要去哪里啊 我们并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 的确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 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走到终点 四问跟随到底 第二问 我们如何才能够坚持到底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 那个道路是什么 这里用为道路来说到方法 到底那个方法是什么 到底这个道路是什么 从多玛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 他的确想跟随主耶稣 我们有时候不要轻看多玛 我想我们不喜欢多玛的人 比不喜欢彼得的人还多 但我们需要多玛 多玛跟彼得不一样的地方是 彼得有满腔的热血 可是多玛却问说 我怎么样才可以到主那里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直跟随到底 一问是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答案是我们需要有彼得的冲动 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 即使丧失圣命在所不惜 其次二问 就是我们需要拥有多玛的心 就是那个方法是什么 到底哪一条路才能够走到腹那里去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到底哪一条路可以走到腹那里去呢 耶稣的回答 第六节第七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腹那里去 耶稣在讲道路了 看到没有 That's the way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腹那里去 所以我就是道路 借着我才能到腹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腹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我们或许不明白 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 多玛是问你 到底要去哪里 那条路在哪里 没想到耶稣回答多玛说 到底怎么走上去啊 那条路在哪里啊 其实耶稣是回答说 正确的道路是耶稣基督 耶稣回答多玛说 那条路是看不见的路 那条路是透过我 那条路是正确的认识我 原来多玛问说 你要到哪里啊 我怎么跟你去啊 那条路在哪里啊 耶稣是说 那条路就是我 因为要到腹那里去 到腹那里去 只有透过我 正确的认识耶稣 使我们能够在 走天路上面坚持到底 这是在令人很费解 耶稣基督是道路整理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在信仰的道路上面 你觉得如何 你是不是经过很多的困难痛苦 你快要撑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 在没有想到的地方 注意啊 没有想到的状况 受到很多的攻击 打击 挫折 或者你以为 你的信仰生活 应该让你一帆风顺 应该让你无灾无病 让你升官发财 没有想到 你的信仰生活 却不是如此 当你在收看我们这个 影片的时候 在听我讲到的时候 台湾应该还没有达到高峰 在疫情上面 全世界很多高峰 都已经过了 对不对 人家到那个高峰 又下来了 我们现在才要上去 我们可能是想希望 缓上缓下 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啊 做到当然最好啊 医疗资源不要崩溃啊 我所知道的 认识的几十个国家 十几二十个国家 都医疗都崩溃啊 台湾能不能不崩溃呢 我不知道啊 那如果崩溃了呢 这跟我们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以为 我们一定是很顺利 我告诉你不一定 我们怎么才能够走到结果 我们怎么能够 才能够走到父那里去呢 耶稣告诉我们正确认识他 他说你们若认识我 就认识我的父 只有透过耶稣 基督才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又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是道路很容易明白了 他就是那条路 耶稣是真理 祂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的遵行才会稳定 因为是真理嘛 truth 祂是不变的 如果我们跟了一个会变的 我们就辛苦 但耶稣是不会不变的 祂就是那个正确的 祂是让我们在有生之年 靠着祂真知和明辨 我们就往前走 祂所赐给我们的是生命 什么是生命 生命就是会学习的 生命就是会成长的 生命就是会反思的 生命就是会改变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面的时候 我们前面信的这样 后来信的是这样 很多人就跟我说 李长老你怎么可以信这样呢 我说你信几年了 他说我信两年了 我说你放心 我刚刚信耶稣两年 比你现在还差 他说那你为什么 现在这么稳定呢 我信了五十几年了 你放心 等你信了五十几年 你也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是个生命 因为是生命 生命是会长的 生命是会长的 当我们要出来植堂的时候 人家就跟我说 李健 你从临生难路之来 临生难路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说不会 我是真的说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个老树 老树不容易死 很难死 因为它盘根错节 它下面的根扎得很深 虽然上面看起来 有的时候会有凋零的样子 可是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几十个寒暑的它还在 为什么现在它会不在呢 倒是你分出去的小树容易死 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因此试问跟随到底的第二问是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随到底呢 这是方法问题 方法问题 我们好 方法问题 路径问题 耶稣告诉我们 正确的方法就是认识它 认识它 认识它 透过一而再 再而三的确定 它就是道路 它就是真理 它就是生命 我们就往前走 第三 我们所信仰的对象 到底是谁 我们先念经文 耶稣又说了 你们若认识我 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耶稣讲话都听不懂 对不对 非利就对他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 看我们就知足了 是这样 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假如认识我 就认识了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已经认识我了 并且你们已经 透过看见我就看见他 非利听不懂 他就说 主啊 把父显给我们看吧 我们就知足了 刚才我们提到 耶稣基督到底去哪里呢 为什么他所去的地方 门徒暂时去不了呢 那个地方就是父那里 神那里 所以非利就问了第三个问题 他就说 那你就干脆把父显给我们看吧 我们就知足了 就好像地图了 你给我个地址 以前有地址没有用 后来有地址知道可以翻地图 现在有地址没有关系 Google map就可以了 一点就进去 进去呢 他还会告诉你怎么开车 对不对 或怎么走路 开车走路 还可以做八十几分钟 怎么弄怎么弄 因为很清楚 最好把那个地方的影像都弄出来 给我看 我就知足了 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这是对象问题 这是对象问题 除了方法问题 道路问题 再来就是对象问题 在我们信仰道路上面 我们到底跟从谁呢 我们信仰的对象到底是谁呢 我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这是我们的问题 一般而言 当我们信耶稣 最先想到的是平安 赦罪 喜乐 然后过了不久 这个已经有答案了 真的平安了 真的也喜乐了 真的也赦罪了 我们就伴随来 就是说 那顺利 好处 我们就要这些东西 可是到后来就发觉 都不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 是对象问题 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谁 我们最后要去什么地方 你知道这个不会出现在信仰初期 信仰初期就是高兴啊 高兴啊 罪被赦免 从罪恶里面被脱 我们脱逃出来 我们原来有什么隐 现在那个隐突然不见了 可是到后来就发觉 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啊 所以这是个过程 到底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呢 到底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 是怎么样的一位呢 非利说 如果你告诉我们 我们就满足了 如果你显明给我看 我们就知足了 在这边耶稣展开了神论 神论 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 我们所信仰的对象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 或许对我们刚刚信主的人 这个不是问题 不管他是哪一位 只要让我平安 让我喜乐 让我顺利 让我赦罪 让我赚钱 再多一点点 让我有道德 让我有刚强 让我有正义 让我勇敢 让我圣洁就够了 但是在这边 耶稣很清楚的 把我们信仰的对象说出来 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耶稣说什么呢 我们信仰的对象是三一真神 哇 这有点难了 到现在为止 千古难题 我们信仰的对象 到底是谁 三一真神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三一真神因我们的信 与我们同在 现在来到耶稣 要离开门徒的最后一个晚上 其实耶稣以前也讲了 他们都听不懂 他把这一位神 很清楚地表明出来 用以满足菲利的期望 菲利问 你到底要 要 要到哪里去啊 他说到父那里去 哦 好 那把父给我们看啊 看了我们就明白啊 我们就知足了 后来耶稣就开始讲 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十一节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他开始解释了 耶稣一解释 他就更头晕了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他又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灰 是叫他永远以你们同在 在这两节经文当中 耶稣很清楚地说到 他在父里面 父在他里面 不仅如此 他要求父 父就另外给我们 一位宝灰是真理的圣灵 在这边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当菲利要求耶稣 把父显明给他们看的时候 耶稣讲的信仰的对象 不仅是父 而且是借着圣灵 来到我们当中 而且父就是子 子就是父 耶稣把他信仰 把我们信仰的对象 讲出来了 耶稣基督 圣灵 天父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在信仰上 三一真神 就是那个对象 不仅他是那个未来 我们所信仰 所见到的那个对象 而三一真神 也因着我们的信 就现在与我们同在 一个是未来 一个是现在 所以在第十四章的 第十六节就这样讲了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灰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二十节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所以这个三一神 其实现在就存在 我们心里面 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您已经信主一段日子 您会发觉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人的理智识 不能接受一等于三 三等于一 如果一可以等于三 三可以等于一 那我们就做生意 就麻烦了 对吗 一怎么可能等于三呢 三怎么可能等于一呢 而且一就是一 三就是三 三就是一的三倍 不可能一等于三 三等于一 一加一加一 一定不会等于一 一定要等于三 可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 我们起初想不通 为什么圣父圣子 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真神呢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 一向要向耶稣祷告 又跑去跟圣灵祷告 又跑去跟圣父祷告 有时候搞混了呢 我告诉你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信的神 就是这样一位 我告诉你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没关系 相信就好了 我不是在做阿Q的事情 有圣灵同在的人 会承认三一真神 这个是个最简单的 判断标准 就是我们到底谁是神的儿女 我们到底谁是神的儿女 就是你能不能说 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真神 你是神的儿女 你讲不出来 你不是神的儿女 当我讲你讲得出来 你讲不出来 不是说你理智上 讲不讲得出来 而是你讲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就是这样 我曾经碰过一个异端 他不相信圣父圣子 圣灵三而一的独一真神 他说他是基督徒 后来我说你跟我念一遍 我相信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真神 他念不出来 我说你要诚实 你能不能跟我念一遍 我相信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真神 他没办法相信 因为一怎么会等于三 三怎么会等于一呢 可是我告诉你 所有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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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不理性 因为他们都说 我相信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真神 你要不要先念一遍 我告诉你 这就是神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奥秘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而且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正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搞不清楚 他取代我们说就是了 好好好 就是 这就是圣灵 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 当神接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突然的奥秘 这个明白过来了 他就是圣父圣子 圣灵三一的神 他与我们同在 他不仅创造 他护理 他救赎 他安慰 他也为我们预备地方 有一天我们跟他见面 当我们把我们信仰对象 突然弄清楚之后 跟随到底就不太困难 第四 我们跟从之人的生命 有什么表现呢 刚才我们提到有四个问题 是门徒提出来的 第一个是意愿问题 我们要有彼得的心 就是冲动的心 就是我愿意 第二我们要有理智的心 这个是方法的问题 我们怎么跟随呢 答案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就是跟随了 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第三个问题是非利的问题 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谁 这是个对象问题 耶稣清楚地告诉非利说 三一真神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三一真神也是与我们 现在同在的那一位 犹大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犹大不是卖耶稣的犹大 是另外一个犹大 他问耶稣说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众人显现呢 这个问题其实犹大想问的是 你要显现不是更多人显现吗 就不要像我们这么少数人 显现就好了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 因为耶稣曾经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向他显现 所以犹大说 为什么只向信的人显现呢 为什么不向多数人显现呢 耶稣没有要回答他的问题 耶稣继续讲下去 耶稣是告诉我们 一个跟随主的人 怎么可以跟随到底呢 怎么证明他能够跟随到底呢 他的生命有什么表现呢 第一 我们会明白并遵守 耶稣的命令 耶稣的话 一个人 当他有了彼得的冲动 当他有了多玛的分析 当他有了非利 认识 原来我们信仰的对象 是三一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这种表现 什么表现 一 明白并遵守耶稣的命令 耶稣的话 二十五节说 二十五节说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但宝慧是就是 父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耶稣在那边提到 跟从之人 因圣灵宝慧师在我们里面 就将耶稣的话提醒我们 并且让我们能够遵循他的话 一个跟从之人 生命最主要的表现 就是听了明白 为你愿意遵守 我有很多的学生 我陪很多的人 因为陪的次数很多了 有的时候我讲话不清不楚的 他却听得明明白白的 这样听得懂吗 有时候我讲得不清不楚的 他却听得明明白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随我跟随很久了 有的时候我们跟一个人很熟 他上文讲了我们下文就知道了 他语言语中带次我们都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很熟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可以跟随到底 就是认识神 认识耶稣基督 明白必遵守他的话 第二 享受耶稣所赐的平安 除了我们听得懂他的话之外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突然能够享受那个平安 27节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所 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跟从耶稣的人有第二个表现 那就是享受耶稣所赐的平安 耶稣所赐的平安 很特别 跟世人所赐的平安不一样 他不仅是借着话语的保证 他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 动工让我们笃定 你知道一个基督徒怎么 怎么会确定你会跟随到底吗 就是你到底是越来越害怕 还是越来越有平安 环境不一定更好 甚至可能更差 别人不一定更喜欢我们 可能更不喜欢我们 我们检讨了我们自己 都不是我们的问题 以后我告诉你 你到底是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不平安 你信耶稣基督说 你越来越有钱 越来越有名 越来越多的东西 你是有平安还没平安 很奇怪 一个人当他真正的跟随主之后 他有平安 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很年轻就得了癌症 他是个医生 他是个医生 他得了癌症 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临近生命终了 他的痛苦越来越大 但是他没有跟神抱怨过 我每次去看他 我就觉得很惊讶 他都没有抱怨 我都要抱怨了 他都没有抱怨 那因为他很年轻 又是个医生 他的医学院的学生 同学都来看他 每一个都是医生 他就跟每一个人传福音 你知道吗 他们全班同学都来看过他了 因为很年轻 又是医生 他跟每一个他的同学 都做了见证 传了福音 一大半的他的同学 都接受了主 当他快要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向他的家人说 他说如果不是病痛 我不可能这么勇敢 这么笃定的 向我所有的同学 都传了福音 而且都是一个两个 一个两个这样 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 大部分都信了 你不觉得有平安 在他里面吗 你知道当他 做他的追思礼拜 我帮他做追思礼拜 我心里面真的好羡慕 这样子的人 因为他那个平安 跟那个笃定 是世人不能夺去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这是耶稣向我们说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想跟谁到底吗 如果我们想跟谁到底 第一 我们要有一个冲动 彼得的心就是愿意 第二 我们要深深的认识 耶稣基督 多玛的心 第三 我们要像非力一样的 问这个问题 让我们明白三一真神 是怎样的一位对象 第四 透过我们明白 并遵守主耶稣 给我们的吩咐 亲身体验到 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 让我们一生可以跟随他 并且跟随到地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为我们 荣中礼拜堂的弟兄姐妹祷告 今天我不能到他们当中 但是我相信 透过这篇信息 不仅是他们 也是我 再次立志 要跟随到地 我愿意有彼得的心 愿意有多玛的心 愿意有非力的心 愿意有犹大的心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